B车杀人,17岁飆载无回忆杀人罪起诉 真是有够狠,这名被逮捕的17岁零星少年 去年6月到台中市望高聊看夜景时 指引和女友吵架心情不好 竟联合令10名飆载 驾驶8辆7机车追逼瞄他一眼的民众蔡智人 及其朋友导致一死一伤 台中地检署左翼杀人罪将零星少年等6名扼杀起诉 警方调查事发当时主警和10名飆载 不断开车对被害人等6人B车 冲撞机车后轮还拿球棒追打 导致被害人机车失控撞上路边行道树 动力以后不治 主警看到被害人机后座朋友倒过血破 竟然下车嚣张呛行啊 此外主警甚至还叫缩同伙 以BB枪射击被害人同伴 导致被害人同伴左肩欲伤 另名标载甚至丢棍棒攻击 另辆机车单位成功 台中地检署昨天开庭 警方同批主警年纪轻轻却行径凶残且毫无回忆 最后一杀人罪行将这群飙载一并急速 众新闻台中报导